迷你的好物分享 哈喽大家好 你们的特产博主又来了 猜猜今天给你们推荐什么 正宗山东碱面大馒头 就是这种老面馒头啊 这边是馒头 这边有豆包 这个是我上网买的 上面写着柠檬特产 直接说关键词 柠檬特产山东大馒头 碱面馒头 死面馒头都可以 这是第一次在网上发现这种馒头都惊呆了 代表得推荐的 我买的这个组合呢 是馒头加豆包的组合 16个馒头加5个豆包是35块钱 这个馒头呢也有单独卖的 有200克10个的30块钱 100克20个的也是30块钱 我南方的朋友饼干 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大馒头 他说哇有奶香味 但是真的一口咬下去 很扎实 可以撕着吃的 一片一片的种山东大馒头 这感觉是这种纯手工的 不是像现在买的那种鸡鸡馒头 就是鲜鲜的 这个你基本上捏不太多 我真的能吃出来奶香啊 很好吃这个馒头 奶香味很重 太扎实 就是小时候我太老了 亲手揉 揉一个小时揉 在这种馒头 我是馒头啊 这馒头都是直接给它对半撕 或是吃的菜肠 或是直接让对半撕开 抹酱 老干妈 其实老干妈呀 或者牛肉酱啊 或者直接在里面 夹两片肘子肉啊 猪头肉啊 都非常的合适 看见了没 夹的完美的老干妈 其实得夹两片肉更好 真心的 看 其实这整个刚刚刚不好吃 还有一种方法 看我这边准备了个锅 里面放点油 馒头直接切片 今天咱们这整个很随意啊 煎个馒头片吃 对于饼干来说 他一个南方人 看我这样吃都准夹了 他们说他们家在这吃馒头 抹化成酱 我听说抹化成酱 我都准夹了 今天馒头片的时候啊 一定要多放油 因为馒头呢 本身就会吸收一点油 多放油呢 可以炸的更粗一些 趁这边炸馒头的时候啊 我要说一下我的豆包 豆包比馒头 沉 硬性 跟馒头一样有面 但是掰开了 我一手工做的大豆馅 里面红豆有整颗的 然后还有那种乳酥辣味的 觉得馒头面太多了呢 可以买个豆包来试试 咋也不用夹 白糖熬漂亮的红豆 红豆的香味特别浓 也不是特别甜 馒头今天就叫金黄的酥酥的 浆乳的那种吃法 其实是因为今天油不是很多 我放的油很少 所以它没有坚持那种焦黄的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趁热 抹上王者和抽豆腐 或是老白拉 或是红的豆腐 哎呦 我跟你说 这个真的是给我羊腰子的午饭 关键词 柠檬山馒头 紫面馒头 老面馒头 手工大馒头 一定要买从山东发过的 绝费了吗 吃着生啊 哎呦 这个松软松菜的呦 真好吃 最良一点 价格香味表买贵了呦 好 好